大家好我是田哥 这就是阿虹工作的地方 那后面就是他住的地方 现在在他这里已经待了一段时间 田哥今天把我的包包拿着 今天就准备回去喝一趟 看究竟 回去买一点好吃好喝的 就等两天再过来了 喂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买一点好吃的过来 买一个包包子干嘛 我装东西啊 不要去买了 不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 我去买点水果买点什么好吃的 不要了你想喝什么 我去帮你买 我想去河口了 去河口干嘛 在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了 人家老铁我中国的粉丝 他想捡我一下也想捡你一下 人家说天天说带你去带你去 也没有去 关键是没有带你去我也没有回去 我回去看一下 我去摩托大概半个小时 你去了等我去 把钥匙给我嘛 等我去吧 怎么你要去啊 你中间都没有怎么去啊 等了两天三天就可以了 整天两三天就下了 估计应该下不了 你看我们天天在这里 人也没有 生意也没有 天天在这里两个闲着也无聊 我刚喝嘛 你也不让我刚喝 去搞什么吃的喝的嘛 我也吃了 我从中国给你买点好吃的过来 把我们那个 把薯片还有那个八子 还有什么那些火锅做的 我们天天吃这些没意义嘛 我们高点好吃的嘛 宝宝给我 不用啊 不要了 现在在这个地方也是麻烦了 因为有没有搬车 只有去摩托车才可以过去 我去了我就回来嘛 很快就回来的嘛 那等我两天三天就可以了 等两天三天就五天 什么事啊 给我给我给我 你把帮帮给我 真的我回去两天 两天就来 可以不可以 你的什么 身份 身份证 身份证我回去中国就有身份证 我有身份证了 哪里啊 你看 在哪里的 我的证件呢 我不知道 给我嘛 我不知道 你放在哪里啊 啊 不能开玩笑 我们 我是中国人 来你们这里就成外国人了 然后在这里没有证件 我们走不动的 说归说捞归 证件要给我保管好 在哪里 啊 你先拿来看看 哈哈 哇塞 那你先进啊 真的先进啊 不是你把证件要给我啊 那我天天在这里 我真的 都是你的证件下来 我这个证件说归说捞归 要把证件给我保管好 保管好到时候我们可以 就是说没证件在哪里都走不动 有证件吗 你去我哪里 我带你去河口 但是中国的朋友就是说 他说我天天在这里 嗯 没有带你去没有带你去 你没证件也去不了 是不是啊 证件两天就下来了嘛 嗯 你把我弄在这里 我也不好意思 天天的好吃好喝的招待 啊 证件什么时间下来 你的 嗯 到了两天了 准备好了 那两天以后 那我就还坚持两天 坚持两天在这里玩两天嘛 你又不让我干活 又不让什么都不让做 那我也没有办法 没有人 你在这里看我干活就可以了吗 你这人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活 这里 哪里干活 在这里 嗯 教我说中国干话还好 好 中国我教你说中国话 你教我说元朗话 是不是 那好 我们南语搭配干活不累 可能在这里等证件的这几天 我们该办的事情就是说 讲话讲这种应该讲好了 但是我也不能教你 大家都知道 我的中国话也讲得不好 不能把它带到沟里去了 不能把它带偏了 好不好 那证件给我 嗯 把证件给我放到包包里面嘛 我不给了 不给我给了 给什么 放在里面 诶 怎么又是这个样子 你坐在这里可以了嘛 再挖一下吧 我的包包里面是装针尖的 针尖也没有 你说像这样搞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中国的老铁 中国的粉丝 人家都喜欢你 就是让我把你带到中国去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 关键是你没去都想 关键是我都没有回去了 现在我就是想到给你的针尖下来 我们一起就回去中国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好了 来 我保证在这里听花不难跑 但是你要把针尖一定要给我 我没针尖哪里都去不了的 好不好 好 中国的朋友们啊 我跟你们说了 现在就是阿虹把我留在这里 没有针尖哪里去不了 天鸽子又乖乖的听花留在这里了 然后可能就是等他的针尖下来 我们在中国河口见 可不可以 可以 好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 谢谢